但是根據我們發稿之前掌握到的消息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這起冰變事件帶來的影響 因為它不只是影響俄羅斯和普京政權 還同時影響了中共政權以及臺灣的安全 怎麼說呢? 第一個影響 普京政權內部分裂 俄乌戰爭難持久 早在冰變之前 普里格金就一直批評國防部長邵伊古 再扯他們後腿 不但沒有提供足夠的彈藥給瓦格納 甚至還用炮彈攻擊瓦格納造成大批傷亡 換言之 不管普里格金搞冰變的真實動機是什麼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普京旗下的軍方高層們 彼此早就有嫌隙分裂了 這次俄乌戰爭徹底曝光了內部分裂的問題 而且在瓦格納發動冰變之後 普京無法在第一時間內做出有效的壓制或回應 反而是要等到白俄羅斯的盧卡申科 介入調停之後才化解了局勢 這也透露著 普京對軍權的實際掌握與調動能力 可能不如外界想像的強大 或者他自己也不太能夠信任軍方內部 這些跡象都表明了 俄羅斯軍方的幾個軍頭之間 甚至普京跟軍頭之間 很可能存在著嫌隙與分裂 所以俄軍在烏克蘭打得非常不順 而當瓦格納往前拼命的時候 卻被軍方扯後腿 盼瓦格納搶功勞或是想削弱瓦格納 所以內部有裂痕的俄軍 很可能沒辦法在烏克蘭戰場上支撐太久了 還有這次瓦格納兵變 普京當局不敢做出太強硬的制裁或者報復 這樣就會讓外界認為 反抗普京的代價並不高 這筆風險投資是划算的 這樣勢必會讓更多人勇於揭竿而起 前撲後繼 所以俄羅斯的兵變或者政變大席 恐怕還會有續集 第二個影響 俄羅斯擔憂北京跳船 國際聚焦中共黑手 瓦格納兵變之後 俄羅斯副外長立刻飛到中國求見秦剛 中共也表達支持俄羅斯維護國家穩定 最有趣的是 中共外交部這兩篇新聞稿 長度幾乎都跟你的指甲差不多短 而且中共的外交慣性裡 對外能說的東西越少 意味著背後牽扯的東西越多越複雜 這些舉措表明了俄羅斯擔心 中共會在這個時候跳船會拋棄普京 讓俄羅斯陷入孤立 同時俄羅斯也擔心會有其他的境內或境外勢力 會在這個時候跟進來發動政變 來推翻普京政權 所以第一時間之內就緊急向中共尋求支持 避免政權垮台 但是這項舉措卻也給中共帶來麻煩了 因為國際社會立馬看出來 整個俄烏戰爭陷在背後最大的大魔王 或者臺灣話講的藏鏡人就是中國共產黨 而且就連川普也罕見跳出來直接追打中共的國際威脅 他在社交平台上說中方才是更大的威脅 他也強調中共一直想圖謀俄羅斯 地廣人稀的西伯利亞地區 這邊地區可比臺灣大上太多了 換言之俄羅斯被自己內鬥嚇壞了好去找中共求救 卻反而再次曝光了中共才是俄羅斯遲遲不退兵的黑手支柱 還被川普揭穿了中共對俄羅斯的寄予野心 當然中共不只寄予俄羅斯的土地 還寄予俄羅斯的能源和糧食等等 第三個影響 北京擔憂普京垮台西北防線會坍塌 中共為什麼要立刻表態支持俄羅斯維護國家穩定呢? 因為中共也擔心 如果普京政權被推翻垮台 萬一俄羅斯變成了親歐美的政權 到時候中共的西北防線不但會崩潰 還會被歐、美、日、韓和印度等國 同時從陸地和海洋夾擊 父輩受敵、四面楚歌 而且少了俄羅斯 全世界的反規群力量 更會全部集中在中共身上來進行圍堵、施壓 到時候中共就會面臨新時代八國聯軍 會陷入生死困境 所以這場俄羅斯兵變 短時間內會讓中俄進一步抱團起來 但是雙方還是一樣不敢信任對方 因為彼此都各懷鬼胎 簡單一句話 中俄不是生死相挺的戰略結盟 只是相互利用的團夥 第四個影響 北京武統臺灣 兵險危機重重 從去年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以來 不但是連連失利 打了一年還在苦戰 現在又爆出兵變的插曲 這勢必會讓北京當局引以為戒 得放緩出兵台海的進程與野心 避免重蹈俄羅斯的覆轍 畢竟俄羅斯軍方遇到的問題 中共軍方很可能都有 比方說貪腐嚴重 導致軍備虧空或年久失修 軍隊長期缺乏實戰 百萬兵力也是戰力有限 軍頭派系的矛盾 彼此在戰場上扯後腿 還有為了討好獨裁者 提供造假或錯誤的情報 導致一人串的錯誤決策等等 換言之俄軍就像共軍的鏡子一樣 讓北京當局是越看臉越綠 越看臉越愁 而且這次的兵變 會讓北京當局更加猜忌軍方內部 擔心可能會有派系勢力 有樣學樣、醞釀兵變 所以北京很可能會對軍方內部 發動新一輪的忠誠審查與政治清洗 要盡量消除一切可能反習 或者是政前倒戈的因素 另外我們說過很多次 中共一旦決定出兵台海的話 那麼就是只能勝、不能敗、也不能合的不歸路 但是目前從各種跡象和各國兵推的結果來看 中共戰勝的概率是很低的 那會怎麼樣呢? 那些指揮台海戰爭的軍方主將與副武將們 比方說何衛東 只要打不贏這場仗 他回去很可能就會被北京殺頭濟起 因為北京領導人不會認為是自己的判斷錯誤 或者是角色錯誤 所以一定會要主將們以死謝罪 給全國人民交代對不對? 那麼在這麼極端的生死壓力底下 其實習近平更要警惕了 因為這種壓力很可能會反過來 促使軍方將領們提前發動兵變 反攻中南海來自保 特別是如果中共出兵台海 沒辦法在一週之內取勝 那基本上就註定失敗了 到時候這些掛帥的主將、副將們 會不會乾脆先發制人 回過頭來發動倒席、倒中共的兵變行動呢? 而且現在中共領導人在國內外的聲望都相當不好 不但經濟低迷、失業暴增 還搞戰狼外交進入全世界 所以如果共軍內部有人發起倒戈的兵變 直接進攻中南海 那會不會獲得海內外的支持呢? 會不會獲得各國人民的聲援呢? 很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說這些出兵實戰的風險因素 現在都是北京當局必須重新思考、重新評估的潛在危機 不然北京如果貿然出兵 不但打不垮台灣 反而會打垮中共政權跟習近平 第五個影響 中共真實支持度將赤裸曝光 很多人注意到了 這次瓦格納的兵變意外受到俄羅斯人民的支持 很多民眾主動提供糧食和飲水 跟他們握手、合照等等 人民對瓦格納的反應其實透露了 普里格金他營造出了敢於一項當權者說真話 敢於反對當權精英的形象成功獲得了俄羅斯人的共鳴 反過來講 瓦格納兵變也曝光了俄羅斯人民對普京政權的真實支持度 恐怕不像官方宣傳的那麼高 是虛胖的支持 因為人民對當權者其實有著很深厚的不滿 只是沒有機會宣說或者是不敢說 但是一旦有人揭竿而起了 那麼很可能就會鼓動人民說出真話 做出真實行動來響應他們心中的正義之師 這個現象也會讓中共擔心了 萬一哪天真的開戰了 會不會有大批的中國人民也真實表態 他們其實不支持戰爭 不支持習主席 不支持共產黨 甚至改而支持那些願意倒戈叛變的軍方實力 到時候 兵變加上民變 就會變成中共倒台的最可怕猛烈 好 我們再說一次 這次瓦格納兵變對國際社會帶來很多衝擊 那不但會推遲中共武力犯臺的野心 還有其他的影響性 影響一 普京政權內部分裂 俄烏戰爭難持久 影響二 俄羅斯擔憂北京跳船 國際聚焦中共是黑手 影響三 北京擔憂普京垮臺 西北防線會坍塌 影響四 北京武統臺灣 影響危機重重 影響五 中共真實的支持度 將赤裸曝光